第18題到20題是體組 以尼測量某液體密度 他每次倒入兩桶10毫升液體 再測出兩桶和液體的總質量 請根據下表回答 第18到20題 第18題是問 請問他所用的空涼桶質量為多少功課 老師上課教的做法叫做為他搭起有餘的橋樑 我們搭橋 每增加10毫升的液體 質量會增加8公克 每增加10毫升液體 質量會增加8公克 所以每減少10毫升的液體 他的質量就會減少8公克 減少10毫升液體就變成液體體積至0 就沒有液體了 所以他的質量就是所謂的兩桶質量 93-8 答案叫做85 所以我們第18題我們說 請問他所用的空涼桶質量為多少功課 我們答案選的是B 85.0 我們來看 谢谢大家